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华人为什么这么注重清明节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那么清明节实际上是我们华人见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通常清明节我们都是要去扫墓 去过世人的这个目的进行一些扫墓活动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个实际上人过世了死去之后 他有一个生命体并没有完全地离开这个人世间 那么在传统的对生命的认知上 它分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灵魂的灵这个部分 我们通常称之为灵性这个部分 那么还有一个灵魂的魂这个部分 那魂这个部分通常是古人是通过三魂七魄来进行深刻的认知的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体内的五脏六腑 还有四肢百合都有神这个层次的 所以叫魂魄神这个层次的 古人对生命的认知已经远远超过今天人 今天人基本上是一个很肤浅的认知 就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拉倒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我们在三魂中有一个魂叫幽金 那么它是父母生我们的时候 有父亲的魂跟母亲的魂再造出来的一个叫人魂 人三魂有天魂地魂 人魂 那么天魂叫太光 地魂叫爽灵 人魂叫幽金 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人给它的命名 这个在很远的中国 有一套这个书跟这个佛教的这个大藏经 一样的那么丰富的叫道藏里面 它关于三魂七魄的这个记载呢 讲得十分的这个清楚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说人死之后 那么这个天魂叫太光会升天 所以古代人说死了 死了说谁谁谁升天了 实际上每一个人死之后 都有一个魂 魂归故里 回去天见 那么因为它是这个魂呢 叫天魂 当它从我们的肉体挣脱出来以后 它首先要回归天见 那么还有一个地魂呢 地魂它要去这个地府报道 通常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十殿阎王 人死以后 有黑白无常勾他的这一个魂 去这个地府报道 那么去看他这一生的这个善跟恶 还有考虑他全身的为了的一些善恶 那么这个属于地魂 所以是他的有一个魂也要归入地 那么还有一个人魂 人魂因为它是炼我们这个肉体为我 传统上称为守施鬼 那这个魂呢 它一直守住自己的尸体 那么以前特别重视 人入土为安 就是说人死以后呢 要有个土地给他葬下去 所以是古人骂人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 你这个家伙缺德将来死五葬身之地 所以我们现在连葬身之地 很多人都失去了 那这是对传统的这个生命 实际上不认知 不承认 因为这是迷信导致的这个结果 实际上 现代科学所讲的暗物质世界中 那么由暗能量组成的暗物质 暗物质有一个生存空间 我们通常称之为暗物质世界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目前人类的认知 至少是有四大类物质的认知 一种是物质 一种是暗物质 还有跟物质相对的反物质 跟暗物质相对的反暗物质 反暗物质跟反物质 基本上不在我们这个时空中 它跟我们相对的 有个叫镜像宇宙的那个时空中 古人说清晶者上升为天 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那中间有一个像沙漏管道 一样的一个通道 跟我们进行着连通 那么物质跟暗物质 同处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 那么由物质结成的物质体 我们现在人类看到的是 人 动物 植物 那么还有岩石 一些矿物 水 这些客观存在的这些物质 物质体 包括小到细菌 到DNA 那么大到巨星系 这都属于被人类所能够 用仪器反映出来的 都称之为物质世界 那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这个 现代的这个宇宙中 科学家已经给他研究出 他占有的比例不到5% 那么还有大到95%的一个宇宙空间中 是由暗物质 组成的暗物质世界 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人类的科技 还没有发展到 能够使这个暗物质世界 显形的这样的一个高级阶段 目前全世界都在这个方面进行着努力 包括中国 都在地底下建了 地底海 这个向下深入1000米的地方 建一个暗物质实验室 是全球最大的 目的是让全世界最精英的 搞暗物质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家 去那边对暗物质进行观测 跟使之发明一些仪器 使它显现 因为这个可以躲过宇宙天体的 这个对我们地球的这个磁力线的影响 深入地底 可以不受这些磁力线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 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重视 我们生活在一个双重世界 也就是一个影态世界 一个显态世界中 显态世界所占有的比例 不到5% 影态世界这个神秘的 目前用肉眼不能看到 用仪器不能显现的这个部分 占有大过95%的这个比例数 但是今天呢 没有人把这个宇宙聚科学 具宇宙的科学 跟我们现实生活 和我们的人生的实相进行连同 实际上这个在古代的 达到圣人这个层次的 那么东方的释迦牟尼老子 西方的这个耶稣基督 穆网默德 那么他们在他的经典中 大量描述的是关于这个 暗物质世界的一个客观真实 所以是释迦牟尼在他的经典中 反复强调 我所讲的都是宇宙人生的实相 实相就是真实相 那个真实相 它普通人看不到的 仪器不能测的 甚至可以通过五眼六通功 这种神通 那么使他显像 但是他在显像的过程中 只能使自己看到 而不能像演电视一样的 让别人也看到 那么这些圣贤为了 让别人也能跟他一样的 能够看到 说研究了大量的技术方法 那么只要我们这些人 老实发交的跟这些圣贤 去学这些技术方法 我们同样的也能看到 也同样能看到 鬼道的真相 神道的真相 仙道的真相 一真法界 诸佛 诸菩萨 净土的这些真相 所以是我们今天人类呢 要及时地更换软件 在2013年之后 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暗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是古代所说的 隐态空间 隐态世界 那么不被仪器所显 不被眼睛所看的 这样一个隐藏着的世界 今天科学家已经认可 它的存在 但是对里面的内部结构 也无所知 但是古代的圣者 通过自己的神通自证 都证明出来 那么现代人如果使用 这些圣者的 使用技术方法 对自己的生命体 进行一些改造 把自己的耗散结构 变成凝聚态结构 那么自己的这个显示屏 也是可以显现出来 那一旦能把自己的这个天眼打开 松果体打开 然后自己的显示屏 能够引现出来 它就像镜子照东西一样的 可以照进这个世界的科幻存在 到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 真的存在一个 由幽精组合的 一个隐态的神秘世界 它也就不像不在神秘 我们今天人类有一个 很怪的现象 大家都怕鬼 实际上在六道众生中 最尊贵的是人 所有的生命体都是怕人的 不是人去怕鬼的 就是人一身正气 我们叫人的这个一身正气 不怕半野鬼敲门 现在人是心中有鬼 就怕鬼 你心中无鬼 你没有做什么缺德事 你怕什么鬼 所以我们要一身正气 把自己体内的能量提升起来 你就不怕鬼 不怕鬼之后 鬼道众生也是一个 六道众生之一的众生 所以我们也要跟他去打交道 就跟人跟人之间要交往一样 这个时候 从交往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的 那个隐态世界的规则 这个规则 我们都要去遵守 就像我们在新加坡驾车 我们要靠右行驶 靠左行驶 但是你要去中国驾车 你要靠右行驶 这是不同的两个国家的规则 交通规则 那么法界规则 阳世间 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物质世界 以及能够反映的物质世界 有它的规则 有它的规律 我们人类只有遵守这个规则 遵守这个规律 包括我们的法律都要遵守 那么你才不会被惩罚 否则违避了这个规律 违避了这个自然之道 那么这些规则 你一定会被惩罚 那么同样的在隐态世界中 它也有这样一套 类似我们显态世界的规则 它也有一套法律 叫明律 明律是讲鬼神 这个世界的一种规则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清明节 我们为什么要拜拜 因为真的有一个生命体 生活在这个 看不到的这个世界中 那么它有一套规则 那么需要我们按照这个规则 去祭奠祖先 那在中国古代 特别强调孝道的这个 这个原则 那么并且古人把孝道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说 当你的这个父母 或者长辈活着的时候 怎么去尽孝 你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所以孝顺自己的长辈 给他吃的 给他穿的 给他用的 那么这是活着的时候的一个孝道 并且要孝顺 不要触怒自己的长辈 或者违背长辈的一些意愿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孝呢 就是死之后要祭之以时 就安时去祭典 安时祭典在古代的这个 丧礼制度中 特别强调的 这个在亡者的去世的那个祭日 要去祭典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清明节 中元节 重阳节 还有下元的十月十五 那么阴历的 还有这个大年三十二 那么这些时候都要去祭祀 去看看自己的仙人 跟他们汇报一下 你这一年的情况 然后跟他们有一个沟通 同时呢去送一些吃的 送一些用的给他们 那么实际上这是 我们中华民族 对人生十项的一个认知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洗俗 或者民俗 如果是一个没有十项的 风俗洗俗 它不会传承八千年 从夫妻时到现在 一直在被传承 那么这样的一个不朽的 不会坏的一个文化 那么今天被我们只当成一种 形式化的东西 不了解 为什么要去重视清明 所以是这个清明节呢 是我们华人 所必须重视的一个节日 那么我们有幸也看到 中国现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 清明节放假 作为公共假期 给全中国的人去尽孝道 这个好 这个好 那么这个 那么体现了我们的一个传承 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人有两个生命 一个就是你活着的时候的生命 一个是你死后还有个生命的存在 那古代对这个人生的这两个实相 都进行了很细致的科学研究 不是一种明信的东西 清明节刚好是在我们的4月4号 或者4月5号这个时间 那么为什么叫清明 清就是天清地宁 经过冬天之后 然后春天来临 然后我们这个地表上的草 已经在北方的这个温带地区 已经开始发芽 已经一片嫩利 这个时候空气中既清且明 明是一种大明 空气中有一种亮亮的 这种生机的这种物质的存在 所以通常在清明去扫墓 那么就是一个是自己去祭拜自己的祖先 另外一个到野地里去 到郊外去 受到天地的这种清且明的能量的滋养 对你这一生 对你这一年都有帮助 那么使你的这个一个冬天 闷在家里 因为北方 中国北方特别的这个寒冷 所以很少能够到户外去伸展 那么这个时候 清春天来了 清明节到了 你到户外去 去伸展一下 自己的那个心飞起来 然后生命展翅高飞起来 所以这个也是对活着的人的 一种很好的 从能量这个角度 从光明这个角度的 一个很好的帮助 所以大概 这就是我们华人特别重视 清明的原因所在 好 非常感谢张卜生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清明节的点点滴滴 关于笑道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我们在4月1号 OOSS将会举办这个清明节法会 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我们的名师张卜生教授 带领我们大众 一起来进行不同的仪式 还有了解这个清明节的意义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来参加 我们这个清明节法会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播导我们的热线 非常感谢大家 观看我们的 智慧生命大讲堂之笑道 那接下来我们会推出 更精彩的内容 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播导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 高度人生智慧生命 下次见 感谢观看